老师向前方问讯一问讯 赛一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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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老师一问讯 老师 大家好请坐 赛一问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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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放了一桌的禅修假 读言 一桌那边还蛮忙 是吗 没关系 当作是修行的一部份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先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隔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 会先复习前面的经文 那复习的方式就是 大家看一句翻一句 直接不要查字连 可以吗 我们来试试看 那我们上一次 应该是谈到施罗波罗蜜 那我们会再接续 还没有完成的部分 结详 最简单的 我们来试试看 试一下 试一下 试试 所谓额外资讯就是 有没有他 对我们的理解 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一般就是一种修饰的一个 副词 试试试试试试试 那这一个 不太规则 那要特别去记 这一个东西 就是 Rajan 他可能 有其他的一个 变化 所以 Bhagavan 他是一个主歌 然后 动词呢 Amanprayam Asa OK 那他 比较精准是 Amanprayam Asa 对 没关系 因为他是合在一起的 他是合在一起 他们经常 主要是因为 这个是 这是什么动词还记得吗 这个是一个完成实的 而且是迂回的 迂回 迂回 就是 他要透过别人才能 这个 形成一个完成实的动作 还记得吗 他就是一个迂回的完成 迂回 打一下 迂回 这个迂回完成实的动词 Amanprayam 那他是第几类的动词还记得吗 第十类的 或者是 他是 名词起源动词 就是 文法学家对他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一个 不太一样的一个 见解 有些说他是 这个 第十类 那也有一些说他是 名词起源动词 反正他就是 要透过迂回才能够 变成完成实 他是一个完成实的动作 就是发生在过去 Asa 是什么动词 这一个完成 Asa Asa 等一下 现在就不用再去剪贴了 他直接就可以打了 Asa 是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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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Asa的完成实 对不对 这一夹 一几人秤 第三人秤 安束 色刻神 因為他要跟說話的人的這個術 跟這個第幾人稱搭配 懂意思嗎 如果是我告訴色利佛 如果經文是這樣子 阿漢我 這個時候我跟色利佛怎麼怎麼說 那這個阿薩它會變成第一人稱的單數 懂意思嗎 人稱跟這個數它是兩個概念 第一人稱就是我 第二人稱呢 你 第三人稱 他 我你他 懂意思嗎 所以這一個呢 一定要跟 巴卡瓣的這個數 要一致 那基本上呢 除了我跟你之外 其他的代名詞都是第三人稱 之前有些人對人稱的概念 就是不太了解 為什麼桌子是第三人稱 因為不是你也不是我 其他的就是他了 懂意思嗎 這個大概沒有困難 應該沒有了 所以我們這邊有些人稱 之前我們這邊有個同學 他有困難 他有困難 第三人稱 跟負數 他為什麼可以分開來 他覺得 人稱跟這個數他應該綁在一起 他沒辦法做一個區別 所以他是第三人稱 這一個 可以嗎 還記得嗎 大家都要記起來 對這個佛 巴卡瓣 世尊呢 世尊 大家萬一一般都翻成世尊 是世尊還是世尊 前面 好像也有人講世尊 世尊 一般好像巴卡瓣 是這一個翻譯 就翻成意義的時候 婆且凡 世尊 不是啊 他是 什麼 班貼 Gothama 一般外道才會叫他的信 喬達摩 在佛教裡面 不敢這樣稱呼 外道都叫他喬達摩 叫他的一個信 這個喬達摩 Gothama 是Klain name 知道嗎 他的祖 他的一個祖 可以啦 好 那所以呢 就是世尊告 這感覺 對 有 就 就可以 了 所以 全部 在突然說 是不是 你 耶格 阳性 舍利弗 男的 他也不会是中性的 有时候我们直接看就要知道 他应该是什么 舍利弗 然后呢 他前面还有一个修士的 Ayuzmanthan Ayuzmanthan 他是什么格位 知道吗 也是耶格 跟舍利弗是一起的 耶格 就是当舍利弗 舍利弗 你要什么颜色呢 灰色 被打完都笔青脸肿 那Ayuzmanthan 知道他的原型 Ayuzmanthan 他本来是Ayuz 再加一个mat mat 是具有什么的 一个鱼尾 还记得吗 具有什么 vat 也有这个 Aqqa Vat 所以你要怎么翻 Ayuzmanthan 知道什么意思吗 具受 很好 长老 长老一般是 旧摩洛史的翻译 长老须菩提嘛 对不对 长老须菩提 所以具受 自尊告 具受舍利弗 那这个就是这一句 那塔特拉卡鲁呢 自尸 自尸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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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收 对不起 对不起 收签 还真的没有收 我们待会下课再找 这个设定还没好 或者是 俄死了 我们待会下课再找 Sanscript Cast 应该这边就有了 好 我们给大家看这个金刚经 当然我们去查这个词典 它有在这个地方 它有可能是这一个概念 但是一般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在假设它是 它们文本是一致的 它怎么会变那么大 好 这边 Tathakaru 十章老须菩提 在作语中 它是天哪 等一下 它为什么会 好书英文的呢 想没有 找一下它的经文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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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字 之前在哪里看到 大概是八千寿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八千寿 大家可能要去看一下 在传统上 在汉译佛典 古德他们怎么 通常他是怎么来 来理解这个词的 所以 我们之前找到了一个意思 那我们还要回到 我们的佛典来 看看 我们的理解 能不能得到支持 基本上 我们应该要 OK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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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 在这一个角落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之后把它变小 我们看一下 能找得到 Tattrakal 的诗 佛告 须菩提 有没有 是 我们 但是假设他是 跟这个 我们看到的犯本 跟 就莫洛史看到的犯本 一致 基本上 差异性不会太大 所以 这个词在 看一佛典里面 他在 就莫洛史至少 他在这边提示 就是 就理解成耳时 那个时候 那也是告 告诉徐菩提 所以这个词给大家 有一个 概念 就是我们 字典查到 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但是 我们要回到这个 汉医佛典来 再来 做一个 检查 或是 一个 查证 好 所以 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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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逗 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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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受 舍利福 然后 铃之后 猫 好 再来 法隆房师 非常好 这一句主词是哪一个 主词是这个Yoga 那动作词呢 动作词是哪一个 它是一个主动来被动的 被动 所以在被动态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被动的 词类 FPP 就是未来被动分子 或是义务分子 应该 它有应该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Yoga应该被 这个Yoga在这边是一种实践 应该被 做或是修行 这样的修行应该被实践 被做 Kara Kara的一个动词 原语 词根是什么 知道吗 Kri 对 Kri 这个是Kara 是Kri的一个FPP 可以帮我们改成App 我们不要App 我们不要FPP 这个动词的一个 FPP 它就是 未来被动分子 它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义务分子 就是 我们在戒律里面 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做 基本上 如果我们去对照的看 它就是用这样的一种 未来被动分子 的一个 所以这个修行 什么样的修行 什么样的修行 关于波罗波罗蜜的修行 对不对 可以吗 波罗波罗蜜是一种 有一点附带的 或者说 只是 就是说这个修行的内涵是什么 修行的内涵是这一个 关于 关于波罗蜜 的 修行 的 修学 或是修行或是修学 应该 被 实践 中文字幕 符合 这一个是 在这里 这是翻它 关于波罗波罗蜜的 修学 就是优感 习硬品 习香硬品 因为波尔经是这样子 这个又要讲一个很长远的故事 波尔经 在印度的波尔经基本上 根据早期的一个 经路的一个记载 他没有品名 就是少数有品名 基本上没有品的一个名称 懂意思吗 那品名怎么来的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两万五千送他有品名 他分成八章或是八品 那他是怎么来的 根据现观庄严论 重新编辑的 重新编辑的一个版本 然后里面又放入这一个科判标题 懂意思吗 然后一万八千送 一万八千送现在还有点要凭印象 好像在范本他里面就已经被放入这一个品的一个名称 但是不是每一品都有 懂意思吗 那张艺本他们也是有的 也是有 所以这些品到底什么时候被安利上去的 那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根据这一个出三藏记记里面 我们待会儿如果有时间找一下 因为乌尔经他在印度据说是没有分屏的 没有分屏的 那当然在佛教界有一些这个班智达什么 班智达 这都是缅甸的一个智达 反正就是佛教有一些这个智达 那他们为了要让这个修学者 能够比较容易掌握经的一个含义 不会说一段那么长不晓到哪里可以听 你还听院长讲过一个笑话 他说日本人 日本人他们不太喜欢句子太长的 你写文章你这个句子 该这个句号叫句号 不要一直逗号下去 一直逗号他会觉得 这一个概念还没有完成 据说每个教授就说不要写太长 因为太长的话想要上厕所就没办法去上厕所 好笑就好 一直看着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停 所以这个太长的话我们不晓得到哪里 可以做一个休息 所以基本上有人推测 这可能到中亚的时候 这些出家僧人才给出这些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佛经都是经过中亚 在中亚 中亚大家知道吗 中亚现在他们外国人叫Central Asia 其实就是现在的新疆 新疆就是在古代 已经是关外了 新疆你看秋迟在新疆对不对 孤章也在 孤章是在敦煌的样子 敦煌那时候 现在有点记不清楚 至少新疆当时是被称为中亚 或者说现在的西方的学者是称它为Central Asia 旧摩洛斯这个秋迟 有没有 或是库车 那边有地 那边没有到 有到Central Asia 有啦 OK 我们待会看有没有 地图啦 好 反正就是已经出这一个 这个关外了 关外了 好像到了这一个 现在的这个什么 甘肃就已经出关了 长安在往西就出关了 好 所以这个《波尔经》 基本上在印度 有根据古代的证词 它不分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品名 若没有这个范本来对应的话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根据经文 经文有习印这样的 的这样的经文吗 经文里面有习印 这我们再查一下 我们可以根据经文 因为它的这个标题也是根据内文来的 根据内文来 就是大义或是关键字 所以代考 代考 可以吗 可以吗 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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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下课再对 好 这Yoga它当然可以作为习印 它有相应的 连结 连结 connection 那它当然也有实践 实践的一个概念 从这个字来是很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的 好 所以这一个关于波罗布鲁蜜的修学 修习 就是摩斯这边翻什么休息 对不对 应休息 应该被实践 我们把这个颜色 作为一个 我们这一个动作词 给它深一点 因为它是同格 应该被实践 所以它整个句子的主要的架构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经文很多 对不对 不要怕 就只有几个字是重点 其它当然也是重点 就是至少整个句子的一个内 主要的概念先出来 其它就是搭配的 就是搭配 好 那如果是被动的话 它基本上它会有一个 对 有一个巨隔 就是支配这个动作 在英文叫agent 不是这个travel agent 就是支配动作的一个 agent中文怎么讲 代理人 动作的这个代表 就是支配者 动作的支配者 所以 灰菠璃菠璃的休息应该被实践 被谁呢 被菩萨摩扎 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个菩萨摩扎补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把 应该被实践这个语词把它插开来 因为按照中文的一个语法 它要插在这边比较通顺 被菩萨摩扎 应该被菩萨摩扎实践 可以吗 好那其他的呢 再来 其他的就是三方跟 这也是个巨隔 对不对 没有我们先处理 这一个 顺序上先处理这个很好一点 因为后面这一些跟它有关系 跟这个动作 动作词有关系 你看 你看 好 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巨隔 对不对 Ana Bodhisattvaena Mahasarvaena Abi Sambotu Kamena 可以吗 这个Kamena 是Kamma的一个巨隔 那Kamma 这个字呢 就是想要 想要 这个印度有一个Kamma Sutra 你们可能都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不要谈这个 所以它是一个欲望 它在这边 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 比较中性就是 善法欲 它不一定是 带有这一种 比较杂然的 它这个 它是可以比较是偏中性的 善性的 善法欲 什么样的菩萨呢 所以同样是巨隔 要修饰 这样的菩萨 应该实践 波尔波罗蜜 关于波尔波罗蜜 应该被 什么样的一个菩萨来实践 整个句子 是这样 好 所以 什么样的菩萨 想要什么 Abi Sam 想菩萨 想要什么 了悟 假设我们用了悟 想要遇 了悟 了悟 遇了悟什么呢 一切法 一切法 预了悟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法是什么 隔位 叶格 叶格 什么树 复树 复树 什么性 达玛是养性 阳性 沙瓦达 所以 他是受哪一个 动作支配 业格 一般有业格 一定要有 一个动作要支配 哪一个动作 知道吗 这个 预了悟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想要了悟 预了悟 预了悟 可以吗 就是 Kam Abi Sambodhu 那 Sambodhu 这一个 或是Bodhu 这一个字 是什么样的 词 知道吗 知道吗 这个Bodhu 这个是个不定词来的 是Bo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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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上次在信已经问了 你还没有记得 OK 好 这个呢 它是这个不定词 大家翻一下这个课本 这102页310条 不定词 不定词 我们开一下这个档案 我们开一下这个档案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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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蛮久的 我们直接 还可以 还可以 好 102页 102页 102页310条 请结想 结想帮我们念一下 310 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Bodhu 醒来 觉醒这一个动词 加上这个Tun 来的 那在这边呢 不定词的用法 想要 这应该是在Witney的文法书里面 印象中在拍作业的时候有给大家 968 所以这边也给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是这个阿比 阿比然后加上这个上 再加上boot 对不对 十根是boot 加上boot 那这个音呢 加上b这一个音 加上t这一个音呢 它会怎么变 还记得吗 dh的音加上t 它会变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buddhum 可以吗 buddhum t的一个音就不见了 是吗 还记得在哪一页 还记得吗 95页 大家可以翻一下 95 在角数 在角数 是吗 第三 那它是 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hbh加上t 这边是讲 讲的是这个 它过去被动分子的一个 的一个规则里面讲到 那加上t的时候呢 dh会变低音 那t会变成有声的气音 那这个 就是在这个规则底下 可以吗 所以它是个不定词 记得吗 所以karma 它要加want to 我们英文也有这个want 它要加一个to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 对 那个to do 或者to eat 再加一个动词 这个就叫做定词 infinitive 是吗 infinitive 好 所以它是这一个 变成不定词 infinitive 变成不定词 哪一排车有一款叫infinitive 哪一排车有一款叫infinitive 是吗 哪一排的 哪一排的 你善是吗 不是mazeta 这是不定词啊 infinitive infinitive 不定词 那这个是 这个 bottom呢 这个不定词bottom再加上karma 那根据规则呢 那根据规则呢 当不定词再加上karma呢 那最后那一个m要去掉 加上karma 变成 复合词 复合 这两个词复合的时候 变成一个复合词 之后变成 miu 对不对 所以就长得跟我们现在这边的abhissam bottom 然后不定词是要怎么样 而不是他的这个母音 应该要Guna Wu的Guna 是Guna还是Vrity Guna Wu的Guna是什么 O 那Vrity呢 O O跟O 跟Wu是同一个系列 这边应该这样 他要Guna 根据我们的规则 Guna 强化 强化 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 Bottom Karma 那这边再加回来 Abhissam 有点挤 A'B'I But services 阿B'I Abhissam Bottom Karma Bottom Ta' Johan Guna 现等了悟 这个现就是阿比一般现观 对 对法 阿比达玛 超越法 那个等是从sam 这一个 接头词来的 一般它是samma 的缩写 samma 等 sam 或是共 反正这个sam 可以是很多不同的副词所缩写来的 一般就是samma 等词 对不对 等 上加一加上 阿再加上大 所以关于波罗波罗蜜的修行应该被 欲献等了无切法的菩萨 摩尔萨实践 这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忘了要叫一下 舍利弗 舍利弗 啊 舍利弗啊 秘密的修行应该被 想要 现等了无一切法的 不上摩尔萨摩尔萨实践 所以我们已经处理了 所有的这一些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这些语词了 那剩下就是这一个 颜色不对 没关系 换一下 舍利弗 它是一个呼格 所以后面就是 Savakaram 对不对 还记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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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这种面相 一切形象 一切的形象 所以那这个是一个副词 应该 被菩萨摩尔萨 是一个副词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 副词是要修饰动作的一个方式 或是要说明这个动作的一个 以一切形象的一个方式 一切形象 好 那这样所有的 语词都解通了嘛 所以先从主要的句子 就是 就是 修习应该被实践 那 什么样的修习呢 它有一个 内容的一个说明 是用处格 Locative 关于 关于 波尔波罗蜜的修习应该被实践 被谁实践 被 菩萨摩尔萨实践 什么样的菩萨摩尔萨呢 想要 了悟一切法的菩萨摩尔萨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用 以这个一切形象的方式 用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什么叫一切形象 就是 从不同的面向 来了解一切法 或者是 对不起 这边应该是要修饰这一个 了悟 这一个词 没有被你抓包 应该是要修饰 因为它离它最近 以这个了悟这一个动作最近 那吉尔摩罗蜜的翻译也 支持这样的读法就是 以一切形象的方式 现等了悟一切法的菩萨摩尔萨 可以吗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泛语 就变得 很轻松 对不对 就是把主要的句子先搞定 那一个一个 多出来的句子 它的一个位置 它到底要修饰谁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作用 把它弄清楚之后就 安插在 适当的位置 那中文的翻译就 翻译就出来了 那大家可以毕业了 这一句话可以毕业了 方法是OK吗 不能再忘记了 它是不定词 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 下课休息10分钟 所以我们要用了 这么久之后 得看